福茂協議 那麼福茂 本席在上一次質詢福茂協議的時候 院長你答應過我要公布談判的團隊的名單 跟幕僚的名單 你當時答應了 但是之後完全沒有公布 本席認為你不敢公布 當時本席就質疑 當時領導談判的梁國新次長 本身就是兩岸共同基金會的顧問 由企業界捐助成立 這個是蕭萬藏系統 我們也都知道說涉及裡面的還包括 江炳坤先生主導的華聚共同標準基金會 兩岸的政商權貴穿梭於其中 這個大黑箱到底掩護了多少 兩岸權貴的利益交換 我們不得而知 這個院長如果福茂生效 中國可以參股我國金融業的比例是多少 這個部分我要請金管會來 院長你不知道嗎 這麼重要的事情院長不知道 這個等主委上來太慢了 我們如果福茂生效的話 中國單一大陸銀行可以申請投資 台灣的這個銀行金控公司的比例 此股可以提高到10% 15% 未上市15% 最高子公司銀行 子銀行可以到20% 對不對 對 沒錯 好 但是院長 福茂是去年6月21號才簽訂嘛 但是我們4月1號 這個當時的金銀三會啊 就已經來達成一個共識宣布 好 要將這個 投資的上限最高提高到20% 4月2號不到24小時喔 不到24小時 好 我們就看到 永豐金跟中國工商銀行 達成契約的協定對外宣布 要讓中國工商銀行參股 永豐金旗下的永豐銀 持股比例20% 欸 院長 你們協商中的政策 福茂還沒簽 這個永豐金就跟中國商銀 在金管這個經營三會 之後不到24小時 就對外宣布了這一項的一個 參股的合作欸 這表示什麼 第一 你們的協商中的資訊 早就外露 而且是有利人士才能取得 第二 是不是這些相關權貴 就參與其中啊 本身的人就參加在談判裡面 所以不到24小時 早就作業準備好了 以下就可以宣布了 權貴涉及兩岸的相關的 這個經濟利益的 各種是不是涉及套利啊 這個院長 你這邊能不能承諾 你的兩岸協商當中 沒有密室政治 沒有兩岸權貴的 兩岸紅利的套利 你能不能在這邊承諾 能不能去調查 是 我願意承諾 我也願意去了解 或是所謂的調查 但是向委員報告 在上一次那個委員的尋答之後呢 我有問過經濟部 基本上對於我們官方的這個 所謂的參與談判的代表 這個名單是可以提供給委員的 到現在不敢公布 公定位都辦完了還不公布 所以現在中國的顯然是已經到了 包括所有參與諮詢等等 各種民間的一些人士 也通通要提供 這個就超過他們的承責 院長立刻公布出來 今天下班以前 我請行政院公布出來